韭菜我们把它切成细颗粒 下面我们烧锅能油下入我们的鸡蛋 我们这里说是要把鸡蛋炒成蛋黄 鸡蛋炒熟最后我们给它捞出备用 在韭菜里面我们把加入刚刚炒好的鸡蛋 再来一点虾皮 然后我们加入盐 鸡筋少许 来一点蚝油 少许的香油 然后我们用筷子把它搅拌均匀 下面我们取一张馄饨皮 这个右边这里给它刷一点水 然后我们这条边也给它刷一层水 这里我们再放一张馄饨皮 这个边我们再刷一层水 这里再放一张馄饨皮 现在我们四张馄饨皮就组成了一个韭菜盒子的皮 然后我们舀入刚刚我们调好的馅料 非常的香 然后这里给它对折过来 我们再对折过来这里给它刷一层水 然后这边同样也对折 这样子我们才能粘起来 好我们在这两个角这里 刚按下去这两个角这里也给它刷一层水 然后我们再把两边也给它对折过来 大家看看非常的完美 不擀面不和面 这个就是我们南方版的韭菜盒子 非常的方便 在家里面做起来 味道也非常好 下面我们开始烧油 煎这个韭菜盒子 煎好一面之后一定要翻第二面 我们用筷子夹出控油 一个南方小火的面食故事 第五期 懒人版的韭菜盒子就已经做好了 如果喜欢 记得关注和分享 让更多的朋友学会 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